大家好,我是萨姐 今天和大家分享如何快速做出披萨饼皮 不需要揉面,做法相当的简单,口感还超级的好 酵母加入和体温差不多的温水里,搅拌融化 面团所需的材料十分简单 成团之后下手稍微揉一下 表面不用太光滑,盖上保鲜膜 在温暖的环境下进行发酵,到2-3倍大 发酵好的面团内部的蜂窝组织非常明显 面筋也已经形成 铺上了的面粉在面板和手上,用指尖轻按面团排气 然后把面团挂在双手指关节上,通过转圈不断把面团撑大 直径大约10-11寸,厚度0.5厘米左右 用卷边的方法让侧边的面团稍微厚一点 垫上烘焙纸 放在28厘米宽的烤盘里,刚刚好 用叉子搓冻,可以防止面团在烘烤的过程中鼓起 铺上一层薄薄的披萨酱 这样一个披萨饼皮就做好了,盖上布静置20分钟 今天做一个意大利红肠口味的 peperoni切片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放蘑菇或者其他的材料 撒上一层芝士 我用的是混合了parmesan, 马苏里拉和车达这三种芝士 放上peperoni 橄榄片和菠菜叶 预热烤箱至210度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,设12-15分钟 具体看芝士融化和上色的情况而调整 刚出炉的披萨一定要趁热吃 饼皮松软,有嚼劲 芝士味浓郁,相当的美味 大家也可以在家做完发作业到我的Facebook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 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南腔北调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